馬中印的回民軍大戰 來自烏克蘭的哥薩克祭兵 是非常的精彩 那我想師出總要有名 軍隊進入其他國家 還是會有國際法的限制 蘇聯總不能因為聖士才請兵 他就隨便的派過去 蘇維埃十月革命之後 白俄進入新疆的人數 那個時候至少有20萬人左右 之後又有從哈薩克進來 幾千戶的牧民 都是申請加入中國籍 總之新疆的民族問題就很複雜 那我們前面一開始提到 規劃軍的出現是與對付馬仲英有關 也就是說馬仲英在1931年夏天 他第一次入疆 當時的新疆省主席金素仁 在1931年7月派人與白俄的首頂 進行磋商 在伊犁這個地方招募規劃軍 到了8月招了500多人 規劃軍祭兵第一團就正式的成立 到了1933年初 馬仲英的先導部隊又進入了新疆 金素仁第二次招募規劃軍 組成規劃軍祭兵第二團 所以可以說規劃軍對他來說 真的是很能打 竟然還組成了第二團 可是規劃軍他不好駕馭 軍技很不好 任意的殺戮 這筆戰受害者 都把它算到金素仁的頭上 這也是他後來倒台的原因之一 而且金素仁要人家打仗 卻不太給專備 又不給安家匪引發的不滿 到了4月12日 新疆出現的412政變 金素仁手下的規劃軍 和東北抗日義勇軍 就聯手反叛 推盛世財為新疆督辦 也就是後來的新疆省主席 但這其實真的非常的複雜 新疆還出現了東北抗日義勇軍 這其實距離非常非常遠 是 東北義勇軍是918事變以後開始的 他們最初打得有聲有色 可是後來被日軍的強力進攻下 大部分都趨於瓦解 有一部分人退入關聯 有一部分人就進入到了蘇聯 武器被收繳 再搭著西伯利亞大鐵路的火車 輾轉進入到新疆 進駐到迪化還有伊犁 那為什麼後來會推盛世財 去做新疆的督辦 盛世財是東北遼寧人 有東北的關係 就是老鄉挺老鄉對不對 其實盛世財也算橫空出世對不對 跟馬仲英也有點像 盛世財是一位野心很大的軍人 他是中華民國陸軍二級三將 他的故事等一下再說 總之 新疆在412政變以後 馬仲英在1933年元月 親自率領六千多人 第二次入江 甚至各位浩大 因為馬仲英占領打板城圍困敵化 在1933年12月 盛世財向蘇聯求援 蘇聯紅軍庫米奇 這位將軍 率領的大軍進入了新疆 他們分別用 二爾泰規劃軍 還有塔爾巴哈台規劃軍 這兩支軍隊的規劃軍的名義 進入了新疆 發生了我們前面所提過的故事 在頭吞河這個地方 馬仲英他的部隊 一天消滅一個蘇聯紅軍聯 六天六個 之後規劃軍改用坦克開道 飛機轟炸 馬仲英的部隊很快的 就連大阪城都守不住 退到南疆喀什 在那個地方 馬仲英就順便滅了 英國父子的東土耳其斯坦 英國後來雖然有爭取 馬仲英到印度 可是蘇聯也爭取他到莫斯科 最後馬仲英決定去莫斯科 還把他的第36師 交給他的姐夫馬虎山 也是我們前面提到 在頭吞河打蘇軍 打得非常漂亮的這位將軍 關於蘇聯的勢力進入新疆 其實你從國家主權的角度去看 盛世財的決策 是有點站不住腳 我覺得有點像 當年那個引清兵入關的吳三桂 在歷史上是會留下一個 比較不光彩的名聲 那回回來 我們聊一下盛世財 先不管他是吳三桂第二 他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我們剛有提到盛世財 他是東北遼寧人 日本入軍大學畢業 是一個高材生 他頭腦比較新 他在迪帕軍校任教 獲得許多年輕人的認同 在1933年的412事件 他因此而起家 他到1944年離開新疆 前後統治了新疆族族 將近12年 有新疆玩的封號 他在1949年來到台灣 他的人緣應該不是太好 有一位叫彭昭賢 早年做過內政部長 他出了一本回憶錄 有一篇專門在寫盛世財 他的標題是 聖世財怎樣 攫取新疆 他裡面提到 近疏人組織規劃軍 結果聖世財 與規劃軍勾結 反叛的近疏人 奪取政權 隨後馬仲英第二次入江 禁逼敵化 在圍城的時候 還散發了很多的傳單 說打倒聖世財以後 要建立一個 東土耳其司坦國 彭昭賢說 那個時候他人在新疆敵化 認為如果敵化陷落 不僅是聖世財的失敗 也是中國的失敗 所以有一天 蘇聯代表拜訪聖世財 也順便來拜訪他 他就趁機說 當年左宗潭之所以 平定新疆回亂 是因為貴國曾經接濟我們 大批的糧食 現在馬仲英號召要搞回教國 是不是會與蘇聯的利益起衝突 因為馬仲英會在外國勢力的支持下 成立的政權會讓蘇聯失去的一個市場 而且在邊境也得出處的涉環 至於中國並不會侵擾蘇聯 蘇方的代表認為很有道理 新疆在中國的手上會比在馬仲英的手上好 於是願意協助 之後才有正式派代表去協商 取得價值大概300萬盧布的軍火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30架的飛機 連價值語言通通都包括在內 這批空軍人員在飛機還沒有飛到新疆之前 就先在機身上面齊散的國會 飛機一到迪化立刻就參加作戰 迪化就很快的結尾 這個說法的可信度高嗎 盛世台他後來也寫文章博次 因為他在台北 根據他的說法 史大林知道迪化被馬仲英包圍之後 於是要助迪化的領事去問他 需要什麼樣的幫助 他就會說 因為兵力不足 過去規劃人都當過兵 只要稍微組去馬上就可以拉上去作戰 所以準備在阿山還有塔城這兩個地方招募5000人 在阿爾泰城軍 至於武器裝備則是需要蘇聯來協助 甚至來說 他正在準備這些相關事宜的時候 史大林突然回覆說 白俄的規劃軍向來都仇視蘇聯 如果給予了比較精良的武器裝備 哪天被人鼓動 對蘇聯不好 此外 新疆省軍已經有了一批的規劃軍 那現在如果又有5000人加入 比例會過高以後會偉大不掉 對新疆也很麻煩 所以最好還是由蘇聯紅軍出動 等到馬仲英之亂平定了 保證立刻會撤回 絕對不會留在新疆 甚至來說 他就規劃給史大林 很感謝蘇聯以紅軍來協助 那也很佩服史大林對新疆 撩落指責 這也是新疆之所以會有 蘇聯紅軍進入的原因 那我想問打著規劃軍名義的紅八團 這又是怎麼來的 因為蘇聯已經有了一次用規劃軍名義 進入到新疆 所以第二次他也是儒華炮製 這個要說到在盧垢橋事變發生後 中國與蘇聯簽訂的 中蘇互不侵犯條約 蘇聯支援中國那個時候的抗日戰爭 提供了武器還有飛機 在1938年初 正次才就以東疆的哈密這個地區不安寧 由蘇聯運往中國內地的這些物資 需要保護 請蘇聯能夠派軍隊到哈密去駐紮 於是蘇聯就以規劃軍擊兵第八團的名義 進入了新疆 所以大家就以紅八團來稱呼這支部隊 是外白內紅 是 紅白拖 紅八團對外自宣稱一個團 實際上是一隻機械化旅 人數大概有3000多人 除了擊兵步兵摩托兵這些之外 還有一個炮兵營還有坦克 另外他們大概配備了100架的飛機 紅八團助手哈密 他有一個最重要的意義 是在於說哈密是甘肅入江的大門 所以甚至才等於就有了蘇聯的保護 因此他在新疆近乎於是獨立狀態 他在新疆中的地區 他在新疆中有激狀態 是在新疆中的地區 是發生的關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